今日印象由钻石小鸟全程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小军 相信看到刚才这些情景 很多人都已经头疼不已了 而最头疼呢 就要算那些和孩子们 每天至少有十几个小时相处的爸爸妈妈们了 那对于这些问题啊 最近在浦东这边有一个早教中心 就专门推出了一个叫宝宝不哭班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可能可以给这些年轻的父母有一些建议 据相关早教机构调查 约有80%的父母因为新生宝宝的哭泣 而产生烦躁和忧虑 因为在哭的时候心里非常着急 又帮不上忙感觉 因为他一般是困难下来也是时间比较长的 就是有 他一般有时候要哭半个小时都不止 课堂上小军还发现了未雨绸缪的准妈妈 他睡不好我们也睡不好 这是最关键的